在戶外请保持社交距离一公尺 警方出动大声工广播 亲民廉价各大景点人潮塞爆 补齐防疫破口 疫情指挥中心出招了 夜市跟市场的部分 是不是采取这个总量管制的一个概念 那单一出入口 尽量能够开辟比较多的行人徒步区 让这个马路也可以来走 下一步廉价就在5月1号到5月3号 五一劳动节假期 夜市市集将采取总量管制 其实有没有管制都差不多吧 反正都已经跟死成了 都没人了 还要管制什么东西 控管人数 那这样如果再加上量体温的话 那这样子就更减少这个感染的风险 除了4号发出的细胞简讯 共11个景点外 各地都可能跟进 住宿业也包含在内 饭店的这个定房数 达到一定比例的时候 那就会去做一些总量的一些启动 收假后业者又降回 住宿率约一成 花莲部分业者考虑 和业势合作做外送代购 也期望政府找业者订定计划 5一的廉价 其实早在清明廉价之前 很多的旅客都已经订房了 他可能已经贴了把5一 这个廉价已经起到百分之百了 那他要去把客人退掉吗 就怕再上演 清明廉价人潮起爆名胜景点 政府将业拟流量管制 试图取得观光和防疫的平衡 记者常与生王一竹 台北采访报道